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1407集 听到张凡的话 王小山眉毛一条 然后紧跟着问道 是不是需要99具普通的干尸啊 文言张凡的眸子顿时一亮 对 就是这样 我师父曾经跟我说过 第三季的精怪受了重创之后 有一种修补的方法 那便是需要99具干尸 这个方法名为大涅槃术 但具体流程我倒是也不太清楚 我师父只简单跟我说过一句 不过我师父说过 这些个干尸到了最后 会和精怪残破的具体融为一体的 听到这话 张凡眉毛一条 干尸与精怪的身体会融为一体吗 哦 对了 我师父还说过 施展完这个术法 精怪取体的框架可以完全恢复 但某些地方可能还会处于破损的状态 但是 这种破损只是表面破损 无关紧要的 只需要再用一些普通干尸 就可以进行修补 张凡文言看了一眼王小山 微微点头 如果是这样 自己还真的能够用这个办法 来对付海中精怪的 自己道行虽然不如那精怪高 物理战斗能力也不如海中精怪 不过 那精怪对于医术方面的造诣 还有 对这个世界上 生物生命体征的了解 要为自己差得多 海中精怪 让鬼影老头寻找的二十具干尸 很可能就是修补具体上面 那些个无关紧要的破损 这段时间 自己倒可以好好的想想 如何利用这些个干尸 来对付那海中精怪 给精怪一个致命的打击 张先生 晚上我想请您吃饭 上次的事还没有感谢您呢 王小山又妄想了张凡 张凡笑道 你也是为村民着想 无所谓谢不谢的 这次你大老远过来 我作为东道主 理应请你 哎 还是我请你好了 还是别和我争了 就这么定了 我请你 你要再和我争 就是不把我当朋友了 听到张凡这话 王小山的脸上 浮现出了一抹为难 而后 郑瑟说 呃 那我就不和您争了 你以后去危险 可以定要联系我呀 明白 以后少不了打扰你 张凡拍了拍 王小山的肩膀 笑着又问 对了 想吃什么呀 呃 火锅好了 真巧 我也爱吃火锅 闯到住的地方了吗 咱们可以就近吃饭 好 我来了以后就直接过来 还没找住的地方了 王小山尴尬地挠头 又说 这平山我也不熟 要不您带我找一个旁边有火锅店的宾馆 既然这样 就去我们学校门口好了 我们学校门口有一个隔离豪态的 行啊 王小山痛快地答应 随后 两人便驱车 直奔张凡学校门口的 那家张凡常去的火锅店 这个地方正好 有宾馆 还离您的学校近 您也方便回去 张凡笑了笑 也没说什么 菜和肉上了桌子 两人便吃起来 王小山一直夸赞 蘸料不错 火锅最重要的便是蘸料 这店张凡经常过来 食材也颇为新鲜 好的蘸料配上新鲜的食材 绝对称得上是一家不错的店了 小凡 这时候 张凡听到背后传出了一个女声 张凡回头一看 是一名插着马尾辫 长相清纯甜美 亮丽的女孩 正在走过来呢 女孩脸上挂着一抹甜甜的笑容 看到那个女孩过来 张凡眉头紧簇 面露思索之色 很快 那女孩便到了张凡身边 见到张凡的模样 女孩嘟嘟嘴巴 有些失落地说 你竟然认不出人家了 女孩话音刚落 张凡便想了起来 笑道 哪有啊 你是唐飞儿 去年 唐飞儿的奶奶 遭到附身在她婶子身上的吊丝鬼的伤害 便是张凡帮忙解决的 那也是张凡第一次尝试三种悬门之气的融合 唐飞儿和张凡一样 都是大义心声 听到张凡喊出她的名字 唐飞儿的脸色 这才恢复了正常 不过 仍旧有些不放心的吻 你真的还记得我 当然记得 小凡 我可以坐在这儿吗 可以啊 吃了吗 没事的话一起吃啊 不了 我和我的朋友约好了 他们一会儿就过来 我找了你几次 但从没见过你 你怎么那么爱逃课呀 唐飞儿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埋怨 她是一个腼腆的女孩 不会大张旗鼓地去寻找张凡 但是 她还是想找张凡的 她背地里下了不少的功夫 仔细地研究了一下张凡的课程表 总是会在闲暇的时候 到张凡上课的教室门口溜的 但是却从未见过张凡 听到这话 张凡尴尬地笑了笑 我不是爱逃课 是有事 像你奶奶那样生病的人有很多 我得帮他们治病啊 那岂不是很危险 习惯了 没事的 王小山看了看两人 脸上浮现出一抹尴尬了 觉得自己待在这里 似乎有些不合适 她犹豫了一下 刚想说什么 又被张凡打断了 来 咱们吃咱们的 对 你们吃 唐飞尔也急忙接话 张凡吃了两口 回头看了一眼唐飞尔 今天啊 你小心一些 听到张凡的话 唐飞尔 畏畏一正 小凡 你是从我脸上 看出什么来了 她自然知道 张凡的项目本事 十分的厉害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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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